我们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 如何去检查我们转好这个日期呢 它是正确或不正确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点两下这个查询 也就是资料显示窗戈 快速点两下2013-2 好 那在资料签订里面 这个是日期二 所以呢 我可以很轻松的去判断 这个日期 它是不是正确的方法 我推荐使用 是否可以查出对应的星期几 如果说今天这是一个存在的日期 我就一定可以对应出它是星期几 那当然就是用 以色列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函数 星期几就是week day 这一个函数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去产生 那产生这个函数的一个做法 就是点选新增资料行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点选自定资料行 就是我们在它的最后面增加一个周间 就是据说看它是星期几 用函数是w e e k b a y 然后接下来左刮弧 左刮弧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输入日期 输入我们的日期二快速点两下逗号 然后输入二又刮弧 除了这个方法 它都已经把这个功能写在幕后 所以麻烦请按取消 我现在要教你是另外一招 不用写程式 因为应该是这么说 它都已经把这个写程式放在幕后 只要你知道功能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样做 如何去产生这个日期二的周间 以作为判断资料 日期资料是否正确 一 滑鼠要件点选日期二 然后接下来去做复制资料行 也就是我们产生日期二复制 好 因为这个概念它其实是重制 就是产生一模一样的一个栏 然后我们去把这一整栏的资料去转换为 转换直接用滑鼠右键 转换周 然后好 那这边日最下面就有星期几的名称 我要的是这个星期几的名称 所以它就会告诉我说 这个3月29号是星期五 那我接下来就要去看咯 如果不成功转换的 它这边就会变成什么 ERROR 如果它今天这边 如果产生就是不能转换为星期几 那就是ERROR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检查 再入更多 它里面我们只能看到什么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四 好 所以没有错误 因为我们拿到的资料 各位当然要知道一定会 这个是公司登记资料 一定会有登记日期 既然有登记日期就一定会有对应的真实日期的周间 也就是星期几 好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大胆的知道一件事情 没有错误的日期 好 那当然最后我们就把这个名称改掉 滑鼠右键重新命名 叫做星期 MING PAO CANADA CANADA MING PAO TORONTO